我自问在新闻工作里面 其实是问心无愧的投入 上山下海要出发就出发 台风天也都是在外头 那么当母亲的这个角色 究竟自己有没有做到问心无愧 我觉得我有尽心尽名 但我不敢说我完全问心无愧 没有遗憾 所以我就停下脚步来思考 我是不是应该多留点时间 给我孩子 虽然我要做很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但我教养我自己的孩子 把我的孩子变成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 是不是也是一种贡献的方式呢 所以我暂时休息我就回到了家庭 我觉得先把这孩子顾好 然后把他们教养好 然后给他们所需求的母爱 有一次地震非常非常的大 那两个孩子其实都非常非常恐慌 我当然自己也会恐慌 因为地震这种东西 其实对于人性恐惧的考验 好 但是这个时候你身为母亲 即使摇得再大 不断地在摇 当孩子冲到你的怀里 你就是抱着他们安慰他们 而且告诉他们 没关系 妈妈在这里 妈妈保护你们 这力量真的是无与伦敌 我觉得就是一种 画不可能为可能的勇敢 真的很多事情你以为你做不到 可是你都做得到 你会画那个恐惧为勇敢 所以画不可能为可能 一切的力量都出来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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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